中華民國 讓我們一起衷心的 啟曲中華民國 能夠有下一個更加精采 更加輝煌的一百年 甚至是一千年 祝福中華民國 也謝謝中華民國 對我們好生的愛戴 謝謝 後續台灣的興趣發展 高僑的貢獻 或引導 提倡 鼓舞的忍耐的貢獻 在外交上 小胞也不是最關心 最支持我們 所以這樣 所以今年 後期有兩萬兩千多位 小胞不遠萬里 從全球六大戰 回到台灣 這就是政府 內心非常非常肯定 且非常感謝 又一個事實 政府了解到 華僑不只是 革命之女 而且在海外的華僑 是愛戶裝潢民國 關心台灣 一路走來 實作福利 而今天 我們看到 陸行員同 朱家姐 幫助我們政府 來服務 鼓勵我們 僑借年輕的 這個子弟 可以說為僑借 未來新一代的 這個人才跟女性 能夠讓他們 到台灣來實地了解 並且濃入 可能國內的這個社會跟學校 更加深 對這一塊土地 會做完 堅定富裕的這個政策 所以說這個舉動 不只鼓勵了年輕上進的人 也讓中華文化 跟僑借 更緊密的 結合在 年輕一代的人 就是深善跟性重 我想這種真正雜根 平時會來僑借新一代 領導人才 了解中華文化 了解中華文化 了解台灣 都非常具有壯大的意義 所以特別來向兩路致敬 也向我們所有官吏的好朋友 尤其是一百位受獎的僑借 特別給你們最大的鼓勵 希望各位能夠在學習的期間 深度的了解 未來回到僑借也好 或者在台灣的 都能夠發揮你們的才學跟智慧 以及熱誠 為人群做更多的服務 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一 謝謝